大家好 先来鼓励一下大家 其实非常不容易 在这段时间 大家可能都要留在家里面 就算是有机会可以让你出门 然后心里面都是忐忑不安的 相对像我们在台湾 其实现在目前整个情况都还 还没有变得更坏 可是我很理解那个感觉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 这个同事 我们有时候 我们点外面的吃来吃 还是我们出去外面吃 心里面总是忐忑不安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心理上的一个问题 我常常鼓励大家 要学会怎么样留在家里面 如何自己在 尤其是心理上面 怎么样去慢慢释放开放 说白呢 我先回答一个 我说我大江南北 每个地方我都想踩一踩去一去 第一个当时收入的问题 我做唱片都通常花很多很多钱 另外一个 我真的希望能够大江南北 我都能够踩到这个土地 它不会再是 尤其是整个中国大陆 它不再是在地图上面的一个 几条线的感觉 有一个朋友在笑我 他说没有宅在那个酒店 那其实我早期的时候 我现在说不上 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我早期当电视还没有那么发达之前 我去到每一个地方 我几乎都会出去外面走一走 也趁那个机会去过已经很多很多地方 后来就越来越明显 我只要出门以后开始不方便之类的 那也没办法了 于是我就真的是宅在我的酒店房间里面 那酒店房间里面呢 我后来就研发出几个方法 第一个是 要不然就是有一些功课 像我比如说有些歌没写完的 我带把小吉他 有一些我是想要再练习一下吉他 那个吉他可以陪我很多很多 消磨很多我的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些可以接来看电影的 比如说有些影集 我都是趁那个时候 宅在那个酒店房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时间来看看完 看完有个好处 我在公司的时候就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 那年轻的 我们公司的同事 我们可以聊聊聊讲这个电影什么 当然看个电影之类的 其实讲那么多都不够 更重要的是 我有一套很简单的 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 比如说有时候我都有个小客厅的 像这个小客厅里面 我只要大概一公尺平方 我们叫一平米 这个那么大的空间 我就可以做到很多的运动 然后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再利用这个机会 去建立出一个自己的运动的方式 不要懒惰 有时候一个动作 收腹部这样 收着收着 大概可能大概三十秒一分钟这样 然后那个肌肉开始会有动作 那一定要记得 做这种简单的运动 不要懒惰 最后一定要流点汗 流点汗 然后去洗个澡 然后又有这样的运动的时候 那个新陈代谢才会比较好一点 在这边很强力建议大家能够这样做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是 哎呀忘了 你想想看 自己在宅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要做运动 要有些娱乐 我听到有几个朋友还不错的 他们说在家里就开始去把日文练习一下 那大家真的是可以找一些 其实平常是很需要时间的 有人想弹吉他 趁一个机会再好好把它练练吉他 有人学日文 有人学外语 有很多其实当初一直都忙着没做的事情 而且只是需要你集中精神去做的 真的趁这个时间去做 反正一句话 大家辛苦了 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我们都在一个很幸福的年代 我们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年代 那我们应该有点挫折 其实也不为过 好好大家一起去面对他 然后而且我们现在有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就是忍耐 这非常不容易了已经 可是大家好好守好 我不知道听到哪一个我们自己身边的人 是中了招还是怎么样 千万不要 然后把它守好 你就可以完成一件大事了 我们一块来共勉之 加油